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共赴冬奥职约 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昨天发布消息称 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 为保障涉澳人员和观众的健康安全 在明确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的前提下 将原计划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的方式 调整为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 北京冬奥组委表示 需要观众在观赛前 观赛中 观赛后 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以在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为赛事顺利举办 营造良好氛围 16号 北京冬奥会资格积分赛已经全部结束 根据目前的积分情况 中国队已经确定获得了至少96个小项的参赛资格 与4号相比 中国队在四个分项上有了新增的资格 中国冬季两项女队在世界杯比赛中表现出众 获得了4个参赛运动员配额 同时也拿到了女子接力赛的参赛资格 高山滑雪运动员倪月明和孔帆颖 达到了女子超级大回转的参赛标准 中国高山滑雪队拿到了全部11个小项的参赛资格 此外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奥运席位也有所增加 根据北京冬奥会资格体系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最终参赛席位数量 将在1月20号最终确定 1月24号各项目报名截止 2021到2022赛季雪车世界杯最后一战 16号在瑞士圣莫里茨收官 在女子双人雪车角逐中 中国队派出英卿谈颖会和怀明明王璇两队组合 比赛共进行两次滑行 最终英卿谈颖会排名第15 怀明明王璇位列第18 德国选手包揽了前三名 至此 本赛季世界杯分战赛全部结束 在女子双人雪车各项赛事的赛季总积分榜上 中国队剁手英卿排名第8位 怀明明排在第12位 两人有望为中国女子双人雪车 赢得两个北京冬奥会席位 实现女子选手的历史性突破 巴西奥委会17号宣布出征 北京冬奥会的11名运动员名单 其中5人来自雪车项目 3人参加越野滑雪 高山滑雪一人 自由式滑雪一人和钢架雪车一人 巴西奥委会的首批官员将于20号出发 先行入驻奥运村准备迎接运动员 雪上项目和冰上项目运动员将分别于27号和29号 抵达中国 16号沙特阿拉伯奥委会宣布 两名沙特高山滑雪运动员 萨曼勒胡伟什和法伊克阿布迪 正式获得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这是沙特运动员历史上首次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参资资格 沙特也将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 国家速滑馆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唯一一个新建的冰上比赛场馆 又称为冰丝带 目前冰丝带的整体收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8天 国家速滑馆里通过这种变换以套 显示倒计时的方式来迎接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目前国家速滑馆内的奥运景观布置已经基本完成 正在进行最后的置冰以及转播线路的铺设工作 国家速滑馆的奥运景观布置 广泛应用汇灰体育图标等 北京冬奥会的核心元素 结合场馆建筑本身特色和速度滑冰运动项目的特点 兼顾景观在各个转播机位 镜头中的呈现情况 以蓝绿色调为主 整体营造出中国传统清绿山水长卷化的意境和效果 目前场馆内 在志兵专家马克·麦瑟的带领下 志兵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工作 领奖台的搭建也逐渐出行 场馆内另一项重要工作 转播线路的铺设已经完成了90%左右 而整体的转播搭建工作 大约会在本月底完成 此外 在速度滑冰项目的转播中 特种设备的使用是一大亮点 比较有看点的应该就是咱们的轨道的摄像机 它这个轨道整个大概咱们场地400米 它也是整个基本上全覆盖了 所以确实是距离是很长的 然后实现难度也比较大 最终效果相信也能够给我们大家 带来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我身后的就是国家速滑馆的内场出入口 运动员们在结束了比赛之后 将会通过这个楼梯来出场 出场之后 他们将要到达的第一个区域 就是混合采访区 混合采访区位于内场出入口 与运动员区之间的大厅 目前文字记者的混彩区已经搭建完毕 持权转播商的混彩区里 背景板 铁马和灯光等都已经到位 走出混合采访区 这一片区域就是运动员区 与我去年10月份测试赛的时候 来这里时相比 其实现在这里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比方说在我身旁的场地记录墙 现在上面就已经是填上了 在测试赛的时候创造的场地记录 我右手边的竞赛信息台 也已经是搭建完毕了 包括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走廊里 也就是运动员的活动区内 也已经是布置上了各种奥运景观 运动员区内包括更衣室 力量房 热身区等 赛事期间 这里一共设置14间面积 从58到67平方米不等的更衣室 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这里还铺设了一条100米的塑胶跑道 这在塑滑馆中是不多建的 北京冬奥会期间 国家塑滑馆里将产生14枚金牌 芬兰体育主管部门 芬兰教育文化部科学文化部长 库尔维宁17号表示 他将于2月前往中国北京 参加冬季奥运会 库尔维宁还表示 这是四年一次的冬季体育运动 最重要的盛会 按惯例 芬兰负责体育的部长们 都会参加冬奥会 芬兰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 既是对赛事的重视 也是对芬兰运动员的尊重 阿尔巴尼亚国家奥委会主席 菲德尔·余利17号表示 坚信中国将会举办一届 有史以来最好的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一定会非常成功 他说虽然阿尔巴尼亚代表队 人数很少 但他们是代表国家 参加这一大型体育盛会 阿尔巴尼亚原本可能有一男一女 两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 但是女运动员受伤了 他们将只有一名运动员参赛 中国驻开普敦总领馆 17号发布北京冬奥会宣传片 南非官员送上祝福 南非体育联合会和奥林匹克 委员会主席亨德·里克斯说 我们坚信你们一定会举办一届 令人难忘成功的冬奥会 南非国民议会副议长策诺利说 冬奥会的体育项目跨越分歧 促成团结 预祝比赛成功举办 并加强世界各地人民团结 17号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太育 在会见中国驻日本使馆 临时代办杨宇时表示 日本冬奥代表团即将赴华 参加北京冬奥会 感谢中方为日方参赛 提供大力支持和协助 期待并相信北京冬奥会 一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杨宇表示 办好北京冬奥会 冬参奥会是中国向国际社会 做出的庄严承诺 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准备工作 已全面就绪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全世界的专业冰雪运动从业者们 都对精彩赛事充满期待 全日本滑雪联盟示范滑手 平坚和德曾多次到访北京 他也期待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 展现出世界顶尖的竞技水平 作为全日本滑雪联盟示范滑手 平坚和德在日本被称为 单板滑雪教练的教练 他负责为日本的单板滑雪教练 进行技术指导 评定技术等级等 从2016年开始 平坚和德经常有机会到中国 参加了不少关于单板滑雪的教学 和运动普及活动 在很多单板滑雪爱好者眼中 平坚和德就是技术高超的代名词 不少网友都通过观看他的教学视频 来学习单板滑雪技巧 而平坚和德也非常愿意通过网络 和中国的朋友们进行交流 近年来冰雪运动在中国快速普及发展 中国开展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实践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冰雪运动的跨越式发展 对于世界来说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显著地壮大了冰雪运动参与人群 为全球冰雪运动冰雪产业的蓬勃发展 提供了广阔空间 通过近几年和中国朋友的交流 平坚和德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 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向けて競技の人口は増え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あと楽しんでいる ファンライディングをしている一般の方たちかなり増えていると思うんです 数多くの中国のスキー場に行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も すごく綺麗でリゾート感のある素晴らしいスキー場が多いと思いました おそらく日本をもうすでに超えていると思うので このまま発展していってもらえたら 世界中のみんながスノースポーツをしに 中国に集まるよう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平坚和德也和所有的冰雪運動爱好者一样 非常期待精彩的赛事 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展现出最佳水平 やっぱり記録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も 自分との戦いだと思うので 怪我のないように 自己の記録を伸ばせるように 精一杯頑張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自分もスノーボードやってて ハーフパイプとか自分じゃ難しくて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ああいうところでかっこよく決める選手がとても魅力的です 自分の実力をもっと高めて もっと世界へ飛び立って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北京オリンピッ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北京オリンピック選手のみなさん 加油 為了迎接冬奥 加拿大广播公司不仅開設了奥运专题页面 還推出多档欄目 对参赛選手進行专訪 為北京冬奥会的開幕預熱 加拿大广播公司 為北京冬奥会開設了專題報道頁面 為觀眾提供賽事預告 選手专訪 賽事評論等豐富的內容 觀眾可以自行選擇感興趣的項目 查看相關資訊 據加拿大广播公司日前報道 届時將通過經驗豐富的知名轉播團隊 在其相關平台 對北京冬奥會進行全天候報道 提供超過2400小時的現場直播內容 此外 加拿大广播公司體育頻道 還推出花樣滑冰秀 冰壺秀等欄目 專訪冬奥會及冬殘奥會的參賽選手 此外 各國的參賽運動員 也紛紛表示了自己對北京冬奥會的期待與憧憬 這是我的初次來在中國 在冬奥會 我不是只要興奮的 在冬奥會 我也是興奮的 在中國 作為國家 我也是興奮的 我期待到這個特別的參賽事 我們是從澳大广播公司的隊伍 我確實在有個大广播公司的 冬奥會獲得 在冬奥會獲得 我希望我們可以在冬奥會 在冬奥會的冬奥會 你們有什麼需要的 我非常期待在冬奥會上 北京歡迎 冬奥會帶動冰雪運動發展 各地的冰雪運動也在火熱進行 那接下來我們來了解一位 雲南的冰球教練楊米然 她是一個瘦小的南方姑娘 因為對冰球的熱愛 北上追夢 加入了國家女子冰球隊 退役後讀書深造 最後又回到雲南昆明 繼續幫助其他追夢少年 在冰上支撐 這是2021年12月 在昆明紅塔運動中心 舉行的昆明首次少兒冰球聯賽 楊米然帶領的冰球隊 一路過關斬將 捧回了金燦燦的獎盃 帶著這些孩子們訓練 總能讓楊米然 想到自己當初入行的樣子 最早是差不多七歲左右 然後一個自偶然的機會 然後來到這裡學 就是滑冰 然後就看到有很多小朋友 在這裡滑冰 然後我就特別喜歡 然後就媽媽就給我報了一個 找一個花樣老師學花樣 學了差不多快兩年不到一點 我是一個很有爆發力 然後我就跟媽媽說 我覺得冰球特別有意思 也就是對抗也很激烈 然後我就想 我就選擇開始學了冰球 從此就開始我的這個愛好 楊米然在這塊冰球場 練了四五年時間 由於當時昆明只有這一個冰球隊 和外面球隊很少有比賽和交流 慢慢的一起練冰球的小夥伴們 逐漸離開了冰球 或到其他地方尋求發展 不想放棄冰球的楊米然思量再三 14歲的她終於說服了家長 只身一人北上齊齊哈爾 繼續她的冰球夢 去到那邊是完全是人生地步時候 也是第一次離開家那麼遠 然後自己出去生活 首先是我覺得是在訓練上面 對我來說比較恐懼 因為她們是屬於基本功非常的扎實 然後我想她們每天練那麼多 而我才上兩場比 我覺得我一定跟不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來自最大的壓力 起點低 個頭小的南方姑娘楊米然 訓練場上吃苦要強 比賽精誠團結 在生活中也得到了隊員和家長們的幫助 訓練之餘經常到隊員家裡吃百家飯 大家庭的溫暖讓她很是感動 憑著一股降勁 她的技術水平迅速提高 終於從替補到了主力 我是09年選拔進國家青年隊 打完英國的青澳會 我就選拔進隊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我就被選拔進入了幾個 我們國家女子冰球隊 通過國家隊能為我們的國家去爭光天才 此後她代表中國隊參加了多項大賽 2012年國際冰球聯賽U18青澳會資格賽中 榮獲中國代表隊最佳運動員 然而膝蓋的一次重傷 病骨鼓裂阻斷了她的運動生涯 她選擇退役上大學讀體育傳媒專業 由於難以割捨冰球 大學畢業後 楊敏然依然回到了昆明 這個她冰球夢起點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冰球吧 就是陪伴了我從童年到我成年 一直到現在 是我離不開的一個 就是我人生中不可割捨的一樣東西 我覺得 從頭開始就是把孩子的培訓 組織球隊把它建立起來 去把昆明的本土的賽事做起來 這個是我現在最大的願望 隨著北京冬奧會的 臨近南方城市群眾對冰上運動的熱情 也被點燃了 在雲南昆明已經放寒假的一些中小學生 走進冰雪場館 變身勇猛的冰球小將 體驗冰雪項目的激情與魅力 也為即將到來的冬奧加油主委 那總臺記者陳鴻燕呢 目前正在昆明市最早開設的市內真冰場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連線她 鴻燕你好 昆明的這家市內真冰場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 趕快帶來你的報導 好的 張璐你好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位於雲南省昆明市紅塔西路 觀景路上的紅塔冰上運動中心 那麼今天昆明市溫暖如春 氣溫大概是14度 我們剛才看到呢 外面的這個觀景路是東櫻花盛開 海洋翻飛 但是一走進來呢 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溫度就向下來的 我的鼻腔裡面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冷空氣特有的乾裂 剛才我們在片中看到的這個 楊敏然教練呢 她正在場上示範教學小運動員 那麼楊敏然給我的感覺就是 一個字 快 運動快 轉速快 刹車快 機球射門快 那麼她帶著這個小運動員呢 同樣的伸手不凡 他們現在呢 正在冰球場上進行一個對抗的訓練 那麼 這些小運動員呢 他們在場上可能是 進行的這些訓練當中呢 最有趣的就是一個滑行了 我剛才看到有一個小運動員 一不小心摔倒了 但是她很快就站了起來 在這個場上呢 小運動員的這些表現呢 確實是有板有眼 一朝一世都非常的讓人感嘆 在這裡呢就是 紅塔冰上運動中心呢 有些時候呢 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可能有成人的隊伍 有少兒的隊伍 同時三支隊伍會在這裡訓練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昆明是只有一支一個 這個標準運動場 但是呢 隨著近年來這個冰上運動的這個火熱呢 越來越多的青少年他們喜歡冰球了 所以就會有這麼多的青少年同時在這裡體驗和感受冰球的魅力 這裡呢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雲南省的第一支冰球協會呢 很快就會在昆明成立了 有了冰球協會以後呢 孩子們的這個日常訓練 很快就可以進入到一個常規的正規的比賽 有了競爭性的比賽之後呢 孩子的這個運動的這個動力會更強 那麼我們看一下他們身上的這個裝備呢 並不輕便 從他們的這個頭盔 全方位的防護頭盔 到腹齿 腹脖 腹肩 腹腫 整個一套下來呢 大概有十多斤重 但是呢 小朋友告訴我他們並不覺得重 他們覺得穿上這樣一身裝備以後呢 自己馬上就變成了一個奧特曼和變形金剛 那麼也有孩子的媽媽告訴我說 孩子從小是體弱多病的 但是接觸了這個冰球運動 參加到這個冰球隊以後呢 很快身體就變得強壯和靈敏 那麼這些孩子呢 他們最好的一個是 因為冰球是一項團體性的運動 參加了這個冰球比賽運動之後呢 他們的這個身體呢 或者是身體技能變化的同時呢 他們的團隊意識也增強了 而且在球場上還交到了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通過這些訓練呢 能夠選拔出真正適合冰球運動的這些小運動員 那麼對於雲南省的冰球運動來說 會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冰球場呢 實際上已經運營了20年 那這塊場地呢 作為中國北冰南展的一個重要基地呢 已經有很多的優秀運動員在這裡 就是訓練運動 那麼作為高原訓練呢 我們知道就是對於人的這個身體技能 和運動技能都有很好的一個提高作用 對於冰上運動呢同樣有效 而這些小運動員呢 他們在這裡就是從小就接受冰上的這個訓練 在高原訓練 那麼對於他們的身體技能和潛能 也是會有很高的這個提高作用 所以呢我們希望通過這個 紅塔冰上的這個訓練呢 能夠讓這些小運動員 就是出雷拔萃 更多的從他們當中選拔出 適合於這項冰上運動的優秀運動員 向國家隊輸送 為國家爭得榮譽 點亮自己的人生 嗯 張璐 我這邊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好的 感謝陳洪彥 從昆明帶給我們的現場報導 隨著近些年來 冰雪運動的逐步推廣 地處南方的湖北 今年第一次將滑雪比賽 加入到省運會的項目當中 讓不少當地的滑雪高手 有機會在專業賽道上一展風采 此刻呢 第16屆湖北省運動會的滑雪比賽 正在宜昌五峰進行 我們來連線 正在賽場上的總排記者燕燕 燕燕 燕燕你好 現場比賽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趕快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 主持人 現在我就是在這一次滑雪比賽的 比賽現場 剛才我從廣播當中聽到 此刻呢正在進行的 是單板滑雪回轉的 青少年組別的比賽 那我身後這個藍色的門呢 就是這一次比賽的起點 所有運動員都在起點處等待 直到裁判員一聲令下 就開始衝坡下滑 那我們現在看到 已經有一位滑雪運動員衝了下去 那這個組別的年齡呢 都是在13歲到17歲 屬於青少年組 這次的比賽的賽制呢 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就是有第一輪的滑行 第一輪滑行之後的前16名 再進入到第二輪的滑行當中 我現在所在的這個場地啊 它從起點到終點的長度 是256米 所有的運動員呢 都要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繞過 以回轉的方式 繞過這些騎門 從起點到達終點 那麼這個現場的寬度呢 大概是在45米左右 長度是256米 為了讓更多的人啊 能夠真正的參與到 冰雪運動當中來 這一次的比賽呢 其實並不是一個 全部都是由專業 運動員來參加的比賽 不少的滑雪愛好者 都參與到了比賽當中來 就像此刻正在現場的 這一些青少年的運動員啊 他們很多呢都是學生 並不是體校的 專業的運動員 他們有的時候呢 是有的人是因為 從小啊跟著家長 來參與滑雪的運動 而更多的人呢 是因為冰雪運動的推廣 參與到了冰雪的體校融合當中 有機會來接觸冰雪運動 那麼在今天早上的 單板回轉的男子比賽當中 我認識了一位運動員 他是這一次的229號 他的本身的職業啊 其實是一名律師 他從16年的時候 在電視上看到了一次的滑雪比賽 他覺得這個運動太有意思了 隨後就投入到了滑雪的訓練當中 他說他平時工作很忙 但是每到冬季的時候 只要週末 他就會在雪場上驰骯 他非常喜歡這種感覺 沒想到呢 一步步的他今天還能夠走上 專業的賽道 他感覺非常的高興 成績對他來說 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那麼這一次的比賽呢 從今天早上10點鐘開始 早上的時候 已經決出了兩枚金牌 就是成年組單板的男子和女子金牌 接下來從今天到明天 這個比賽還會有10枚金牌 陸續地浮出水面 好的主持人 我現場情況就是這樣 感謝燕燕從湖北帶給我們的報道 山西碩州的幼玉縣 冬季漫長寒冷 時宜發展冰雪運動 當地把南河灣濕地公園 改造成了滑冰場 吸引不少當地的群眾來滑冰 還有滑冰教練 免費現場教學指導 入冬以來 只要天氣允許 每天都會有人在冰面上 學習滑冰 速度快一點的時候 我就想要下壓的時候的話 就是忍不住就想要去站 然後我呢就是 我摔了好幾腳了已經 熟悉冰面以後 學習一下滑冰的那些技巧 小孩他也不怕摔跤 反正學得也快 車人有時候還有點怕 上手比較慢一點 2021年初 又玉縣聘請專業滑冰教練 來現場免費進行滑冰教學 吸引了很多體育愛好者參與學習 這些學員中技術較好的20多人 現在又成為冰場的義武滑冰教練 繼續帶動更多的人來參與這項運動 大家的熱情非常高 積極性也很強 家長們的這個配合的都非常好 都主動要求來學習 不光是孩子們願意學 很多去年沒報了名的成人 都想要學習 都想要為冬奧會加油鼓勁 在冬奧會的冰場項目中 不同項目對冰面的要求完全不同 冰面的質量也直接關係到 運動員的發揮 因此製冰師是賽事當中 非常重要的服務保障人員 張紫元是一名製冰師 也是北京冬奧會冰湖項目的 中方製冰技術團隊成員 那什麼是製冰師 他又為什麼選擇這個職業呢 我們一起來走近他 大家對製冰師一般就是兩個印象 一個是這是個掃血的工作 可能挺累的 然後也沒什麼大用 然後再一個就是製冰師的工作 太神秘了 張紫元出生在哈爾濱 從小接觸冰雪運動 後來練習冰湖 大學畢業後到英國留學 在學習間隙 他重拾了冰湖愛好 並接觸到了世界一流的製冰師 開始學習製冰 回國後2018年 張紫元通過人才引進來到上海 成為了上海市冰湖運動協會的 冰湖教練和製冰師 冰湖比賽的場地 需要製冰師在地面上人工製作而成 製作底冰 噴漆 布線 補水 修冰 打點 環節 細緻繁瑣 需要格外細心 這些流程裡面沒有什麼特別困難的工作 因為只要是你細心 但如果說趕時間的話 一定要按照這個機器的工作時間來工作了 是一個體力上的一個消耗 2021年10月 張紫元接到邀請 在冰立方冰上運動中心製作冰湖運動大眾體驗賽道 場館地面採用了新型節能環保手段 而且不是製冰常見的水泥地面 這給張紫元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為解決難題 張紫元請教了她的製冰師傅 她跟我說就一遍一遍地教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技巧 當時還有我的兩個同事 我們三個人就24小時倒班這樣 工作量最大的 從早上去也是還是交底兵 快晚上了才開始噴漆 然後噴漆化線風線 我們是那一天都完成 是從早上6點到第二天凌晨4點 憑著對這份工作的熱忱 張紫元和同伴按時交上了一片 潔白明亮的冰場 而不久後她也成為了 北京冬奧會冰湖項目的 中方製冰技術團隊中的一員 可以加入到冬奧會的製冰師的團隊 所以這個是我一開始 特別特別想去做的一個事情 真的能去做這件事情 我是很開心的 我希望以後 在那個世界胡連的賽事裡面 那個主治冰師那一籃 後面是我的名字 為了讓小朋友們了解更多的冬奧知識 感受冬奧氛圍 最近江蘇南京市狼牙路小學 專門開場了一堂冬奧主題課 以沙畫創作的形式帶領孩子們 近距離接觸冬奧吉祥物冰噸噸 大家知道北京冬奧會的開幕時間 是幾月幾號嗎 2月4號 很棒很棒 張慶恒是一名鐵路職工 也是一位沙畫愛好者 為了迎接冬奧 他專門創作了一系列中國風的 冬奧沙畫作品 這次應邀來到南京市狼牙路小學 就是要帶孩子們體驗沙畫創作 一起用手中的細沙 來創作出可愛的冬奧吉祥物冰噸噸 大家看一下呢 我創作這個沙畫 它的外形是一個什麼呀 對 是一個大熊貓 所以說我們畫冰噸噸的時候 是要先把大熊貓的外形畫出來 圓滾滾的外形 萌萌的大眼睛 手裡還握著個小桃心 在老師的指導下 小朋友們有模有樣地 開始了沙畫創作 一個個憨態可居的冰噸噸 逐漸成形 這是我做的冰噸噸 它圓圓的 胖胖的 我覺得它特別可愛 我們孩子們呢 其實在學習 學會沙畫的同時 他們更多地去了解冬奧的知識 了解冬奧的項目 去弘揚冬奧精神 提前讓孩子們去感受冬奧 帶給我們的熱情 冬奧來了 北京冬奧會開幕在即 我們滿懷期待一起向未來 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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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越爱越期待 我们轻狂心花怒放飘摆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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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 我们都需要爱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我们又需要爱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我们都拥有爱 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我们北京都要 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 来 我也要不要